汐止联新街水源路一带居住人口不少 不过违规停车严重甚至并排阻碍交通引起不少民怨 所以在借货成情之后 28号上午议员廖仙翔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调整现有的交通标准标线 找地方增设机车停车格 从新台湖路往联新街进去 路幅不宽车子却很多 再往里头走接水源路口 虽然路够宽但是停车位有限 一到上下班减缝时间违规停车乱象 成了交通瓶颈也让地方很头痛 今天来会刊的目的 就只要是改善我们周遭这个交通 因为上下班减缝时间车辆太多 而且并停违停的汽机车相当的多数 因为现在机车值真的很多 所以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想说把这个机车口多规划一些 汽止区水源路跟联新街口这一边 那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社区 所以说停车位的需求比较多 那划的车格也比较不足 那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一段 其实它的路宽是非常的宽 那我们是希望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现况的标志标线 做一些调整 然后来增加一些机车停车格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有一些 多一些合法的停车的空间 在结果陈情后 28号上午 议员廖先祥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虽然目前有规划的机车格 却满足不了当地停车需求 所以在水源路到庄境街口这一段 在路购宽的情况下 就要求重新规划 尤其原本斜化的车格也改正多划一格 十一格 那目前有几个方向 那除了说原本一些红线的地方 我们可能宽路购 我们又改机车格 那一些原本化鞋的机车格 那经理长的建议 我们也是把它改成直的机车格 这样子可以化更多的车格 希望可以满足民众的需求 一位南球衍生停车乱象 会看要求调整现有的交通标志标线 找适合地方尽可能的增设机车停车格 解决问题 贾程慧玲 希子 采访报道 贾程慧玲 希子 采访报道